各位,現在大家在看的是一個法庭裏的照片 坐在高一點的地方就是法官 另外那個女兒坐在那裡是被告 被告什麼呢? 這個已經做了一些時間 現在這個就是判刑的結果 她在2022年6月份 已經兩年前的事 認罪說她是involuntary manslaughter 即是非自願的殺人 另外viewful injury 有心傷害別人 認罪 她什麼事呢? 她就因爲離家出走 走了一個男人家裡住 那男人原來就是靠販賣女性 是做扯皮條賺錢的 因此她就被那個男人多次要出賣身體了 其中有一個就37歲的 被她送到這個人家裡的Blocks那裡 然後就被她喝了一些Voka 接著要她吸了兩口大麻 而且在昏迷之中 就強姦了她 醒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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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覺自己乾脆脫 旁邊的男人睡到腳腳身 床抬我把刀 恐慌之下就連插這個人30刀 結果自然把這個殺死了 因此現在她又被判 就是5年的probation監管行為 不過這個是closed probation 即是說要去一個兒童院之類的東西 另外要戴GPS的腳帶 不要被她亂走 就要5年 如果這5年是沒事的話 就可以把她的犯罪紀錄撤銷 如果犯罪的話 就可能會被判10年以上的監禁 可以去到20年 現在問題是她除了這樣 還要給死者家人 賠15萬美金 15萬美金 現在她仲籌 又籌了30萬 所以救給優達 那些人就會教她 剩下15萬怎麼用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到底一個被人強姦的女生 殺死了強姦者之後 受到這樣的刑罰 公不公平呢 這個留給大家自己拿著主意 老業也不會教大家怎麼做人 大家懂得用自己的道德標準去做 多謝大家收看